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用五叶草做载体种植轻入道还有第二个原因 莫无忌曾经可是顶级的植物学家 他对种植植物还是非常有见底的 五叶草因为等级低 而且又不能炼制神丹 所以这种草基本上没什么人采集 神域的神域巢心肤化后 莫无忌可是采来了一堆 莫无忌当初采集五叶草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炼丹 在仙界他是丹帝 可在神域他连一击神丹也炼不出来 神域神灵草价值高昂 如果弄来一堆炼手 莫无忌可没那么多神经 现在倒好了 用五叶草学习炼丹还没用上 倒被他用来假结青鹿道了 青鹿道骨已可有半寸大小 拿在手中却是非常的轻盈 放在手心里像是羽毛一样 神念落在其上 给人一种空灵之感 青鹿道骨和青鹿米的区别并不在骨壳 而在外面一层淡淡的表层 莫无忌已经清楚 下品的青鹿道骨 外层颜色是淡灰色 将这淡灰色的表面去掉后 会献出洁白如雪的青鹿米来 中品的青鹿道骨外围是银色 将银色表层去掉后 同样是洁白的青鹿米 而不同的是 这洁白的青鹿米上带着树道淡淡银色条纹 上品青鹿道骨则为淡金色 青鹿米上带的是树道金色条纹 金色条纹越多 代表这种上品青鹿米品质越高 而极品的青鹿道骨 表层则为真正的金色 去掉金色表层后 这青鹿米同样是金色 莫无忌拿到的青鹿道骨 表层为淡灰色 而且灰色还很不均匀 一看就知道 是下品中的下品青鹿骨 莫无忌依然小心地将这些青鹿骨全部种植了下去 他没有好的神灵犬 不过根据青衣神王留下的预见介绍 莫无忌用了些一年些母髓浇灌这些青鹿道种 或许是因为一年些母髓的作用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莫无忌的青鹿道苗就长到了半尺高 莫无忌将不朽界中的五叶草栽在了地上 再去掉了五叶草的五叶 开始一株株假接青鹿道苗 所有这些事情莫无忌都是认认真真的完成 六十株道苗无一死亡 全被莫无忌假接成功 然后莫无忌在自己的这一笼地外布置了一个隐匿阵法 再将一些炼制好的聚灵阵盘放在了每一株道苗之下 一个阵法师的用处在这个时候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按照古亥所说 莫无忌这龙地 就算是栽植一千颗青鹿道苗也并不算密集 莫无忌因为种子有限只栽植了六十株道苗 又过了半个月 莫无忌发现了问题 他的道苗确实涨势比别人好 可他用的是一年仙母随呀 一年仙母随虽说是九级仙灵草 但实际上却比九级的药珍贵得多 如果放在神域的话 一年仙母随说不得就是高级的神灵业了 按照这种情况下来说 等他收获的时候 绝大多数可能会收获下品青鹿道 这可不是莫无忌所想的 青衣神丹王虽然有办法培育极品的青鹿道骨 但那种代价莫无忌可出不起 而且青衣神丹王也指明了 极品青鹿道并不适合神鹿 这种东西消耗太大 他一个神丹王 外加是个神王 也无法承受起极品青鹿骨的培育 所以他传授出去的 基本是以中品青鹿米栽种手段 和提升下品青鹿米的产量为主 莫无忌一心一意想培植出好的青鹿道米 在费了大力气仍旧没笑过之后 他开始一株株的检查起这些青鹿道苗了 当莫无忌握住了一株青鹿道苗后 青鹿道苗里清晰的五行规则传出来 莫无忌心中狂喜 这不但让他明白了为什么长势没达他的预期 还让他对天地间的五行规则更加清晰 他可以感受到每株青鹿道苗五行规则的强弱 还能感受到每株青鹿道苗 哪种五行规则强 哪种五行规则缺乏 莫无忌猜测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属性灵根 所以才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青鹿道苗缺少的五行属性 若是换成一个有灵根的修士来 即便和他这么做 说不得也无法如他这般清晰地感应到每株青鹿道苗缺少的五行属性 现在这种感受给了莫无忌一个方向 他再次开始移栽青鹿道苗 仅仅一个时辰 莫无忌将六十株青鹿道苗全部打乱了顺序 重新栽种了下去 这次移栽 莫无忌将缺少同一种五行属性的青鹿道苗 放在了同一个区域 然后在这个区域 布置一个专属的五行属性法阵 比如缺少金属性元素的青鹿道苗 被莫无忌移栽一处 缺少木属性的也移栽到一处 然后各自布置一个阵阵 聚集对应所需的属性 就这样又是大半个月过去 莫无忌看见他种植的青鹿道苗比别人的至少茂盛一倍有余 而且这种差异还在不断扩大 这还是和甲字帝的青鹿道比 要是和以字比用字相比的话 那样差异会更加的天差地别 两个月的时间莫无忌彻底的放心下来 期间他除了培育这些青鹿道之外 偶尔就是去修炼修炼 四个月之后 青鹿苗开始结碎的时候 莫无忌的修为也终于跨过了玉神三层 进入玉神四层之中 到了玉神四层之后 莫无忌更加显得平凡起来 甩锅跨入三级神兽 大荒已是玉神四层后期 六个月之后 莫无忌的钉字九十七号田笼中 到处都是一片淡金色 莫无忌惊喜地发现 他的青鹿道 每一株都分了五个稻穗 每个稻穗上都挂满了 沉甸甸的淡金色青鹿道骨 尽管只有六十株青鹿道 却将一种田 掩阴的全是一片淡金色 青鹿道的清香传来 莫无忌仅仅闻了一下 就感觉到了心旷神怡 就连心神都干净清晰了许多 这不应该是六十株青鹿道了 应该说是三百株 距离收获的季节 还有几天的时间 莫无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他小心地收了两株青鹿道 两株青鹿道上 十个稻穗 全都挂满了青鹿道骨 哪怕青鹿道骨本就青如红毛 但莫无忌也能感受到 这沉甸甸的分量 两株青鹿道骨收下后 莫无忌去掉了 其表面的淡金色 露出了有众多淡金色条纹的稻米来 这显然都是上品的青鹿道骨 这让莫无忌非常惊喜 他怀疑自己之所以没有 种植出极品的青鹿道骨 那还是因为他的种子太差了 每颗青鹿道骨都是青香扑鼻 长度接近一寸 让他爱不释手 莫无忌估摸了一下 这两株青鹿道足足收获了五斤青鹿米 也就是说 他一株青鹿道骨 就能收获两斤半的青鹿米 按照他一株青鹿道骨 五支稻穗计算 每支稻穗产量就有五两之多 古骇给他的策子上可是介绍得很清楚 甲字号最好的青鹿道 一株也不过一两左右的青鹿道米产量 而他种植的产量显然已有数倍的增加 莫无忌立刻进入了仙府 将五斤青鹿米全部洗净 炼制了一口锅 马上煮起饭来 从能修炼开始 墨乌记就从未想过 有一天他还会自己煮饭吃 紧紧一炷香的时间 一种让墨乌记都忍不住的青露米饭的香味就传得出来 连在修炼中的甩锅和大荒也忍不住跑出来 都是眼巴巴看着墨乌记煮饭的锅子 五斤青露米足足煮出了一大锅的米饭 墨乌记第一个拿起碗来给自己添上了一碗 甩锅和大荒根本不用吩咐 各自主动拿碗去盛 没有菜 但第一口米饭下去 墨乌记就知道他之前错了 谁说修道一定要避谷 修道人的确可以避谷 但他修炼的是凡人道 口舌之欲一样是凡人之欲 第一口青露米饭入口 那种毫无杂质 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米饭香味和口感 便传到了味蕾上 不但墨乌记满意的虚了一口气 一边的甩锅和大荒 同样是闭着眼睛 无比的满意 果然是名不虚传 墨乌记接连吃了半碗没菜的米饭 这才感慨了一句 入口好坏那只是一个味觉而已 真正让墨乌记觉得值得是 他清晰的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单独正在逐渐被化解 甚至能感受到自己对天地大道中五行规则的理解更加清晰起来 看来清露米更适合他这种修炼凡人道的人 是谁在这里煮清露米饭 在小林萧村外 一群男女刚走进来 就闻到了清香到让人心旷神怡 连石海都清洗许多的清露米饭香味 这香气和气味难道是中品清露米煮的饭 不对 这根本就不是中品清露米 而是上品的清露米饭 一名身着麻衣的女子震惊地说了一句 说完之后 她一步跨过树个田楼 直冲墨乌记所在的丁字九十七号 跟在她身侧的几个人 也是丝毫不慢地冲了过去 原地只留下了陪着几个人的 一连蒙圈的管事光致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